大臣里面要记住 确实真的是回归自信 但是也不立时发迹 这个妙 所以这叫做什么 随缘 不变 不变 随缘 在还原冠里面讲 随缘 妙用 同时提身 又不舍其众生 妨不妨碍呢 不妨碍 你有分别执着就妨碍 没有分别执着 不妨碍 所以你可以很热心 全心全力 帮助苦难众生 只要没有分别执着 就提身 没有用 他不妨碍 如果有妨碍 佛菩萨怎么能成员再来呢 那一来不就堕落了 哪有这种道理呢 他到这个世界来教化一些众生 只有自己更高的提升 他不会堕落的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时候会堕落 跟大众一接触就会堕落 就会被染污 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不是妙用 我们是什么用呢 染用 一接触就被染污了 就这么回事 他们不染污啊 不染污就妙啊 所以我们一接触就染污 一接触的时候 烦恼就起现行了 这个不行 所以要学 好好的去学 接触的时候 是智慧陷起 不是烦恼陷起 智慧提身 那就叫妙用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 你看经上这么多的佛菩萨 为我们做报告 就是为我们实现 就是来教导我们 我们要会说 中文里面的老师 教导学生 常说你会吗 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啊 会就是佛菩萨 不会就是凡夫 会离世无碍 世世无碍 不会呢 离世有障碍 世世都有障碍 不会呀 障碍从哪里来的 障碍都不外乎 妄想分别执着 就出障碍了 所以佛教我们放下 不单在佛教 其他宗教里面做祷告 祷告有时候产生很大的力量 现在我们讲能量 为什么他会产生 未必 真诚心 就是做祷告的时候 这个时候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没有妄想 这个祷告 这个祷告就零了 你们注意看 辽汉世讯 云古禅师 讲画符 画符跟念诸的意思一样 他那个符 从这个点下去一点起 一直到一道符画完成 里头没有一个妄念 这个符就零 也就是 这个时候 这一个时间里面 几分钟的时间里面 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 他这个画下来 是自信里面画出来的 他就零了 如果打个妄念呢 就不零了 念咒也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都晓得 冷言咒 功德不可思议 都学着去念 有没有功德了 真的没有 为什么呢 那个咒太长啊 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忘年在里头 基本上是咒破坏了 所以那个念咒的时候 不如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很短 我这一句阿弥陀佛里头 没有给我念 他就零 所以古代的教导我们是念法 一口气 念师生法 清清楚楚 没有分别 没有知识 这个十句法 零啊 连池大师教我们了 念四个字 比念六个字 就更简单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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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生佛号里头 没有分别之处 没有往下 这个佛号里 特别在什么时候 在我们看的一些小动物 阿弥陀佛 我们护掌教他念佛 这个世生佛号里头 他会感动 如果我们心不在意 心里还有别的妄念 那你念的又不灵了 他听不懂 咒也是如此 所以你看藏密所传的 六字大明咒 简单了 容易摄心 咒太长了 当然 像那样 那么长的咒里头 没有一个勤奸往里 那相当的功夫啊 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受持 修行 越简单 越好 那我们要想理解呢 那是越详细越好 华阴金 把宇宙人生的真相 讲得透彻 讲得明白 神经开悟了 悟得什么 就华阴金所说的 就这个 说穿了 他的物的就中心结 这释迦牟尼佛开悟的心结 全说出来了 毫无保留 那我们学教 这是听佛详细说出来了 说出之后 是他的 不是我的 那我们要做的呢 我们如何求证 佛所讲的这个境界 我把它证实 证实之后 就是我的境界 所以我们今天 接受这个 教育 我们能信 能解 能依教奉行 最后的时候 行到极处 极处什么呢 真的 把妄想分别 这就放下了 我们所证的境界 跟华阴先生讲的 完全一样 那就对了 证明我们这个 证的一点错误都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的经 是给我们做证明 我们的境界 跟一切祝福 有没有差别 这个是经书的 两种作用 给促学的 做教科书 给正国的人 做证明 你去的境界 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段经文 虽然是看了几十年 常常看 那个意思是 每一遍都不相同 遍遍有会心之处 有体悟之处 那么这节说明了 经是五两亿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从自信里 它流露出来 不是像报纸 杂志里面写的文章 长篇大论 你就看到 一个意思 没有第二个意思 看佛经 看世间圣人的经典 像中国的四书五经十三经 也是 并便有新的意思 从小学习 到八十九十 还是 有浓厚的兴趣 永远读不印 那就是 它有新的意思 那佛经就更不必说了 从自信流露出来的 那为什么他们写出来的东西 写得这么好呢 会里都含无量意 没有别的 你要是明白了 你一想就通了 他讲的时候 没有妄想分辨之处 他写的时候 没有妄想分辨之处 就是自信流露出来 如果他讲的时候 他有想 我这个要怎么讲法 那意思就很简单了 就不会有五两亿 他写的时候 也常常想 我这个怎么写 那意思就是一个意思 就这么个道理 这就是说出 开悟跟没开悟 两个不相同 没有开悟的 他从意识心里面流出来的 语言文字 是第六意识流出来的 开悟的人不是的 是从自信里头 剥弱智慧流出来的 他怎么会一样呢 你真的看清楚 看明白 相信啊 所以我们学经教的时候 早年我都常讲 佛经没意思 你要说佛经有意思 你帮佛 真的是没意思 因为他 佛讲话的时候 没有起心动力 当然没有分别之处 不像我们 我们是起心动力 分别之处 所以说出来 写出来的 也不行 不能跟人家比 你也有问题 向佛请教 你提出来 佛立刻答复你 佛并没有想一想 这个我得怎么答复他 没有 所以他统统是从自信流的 他回答你 决定没有丝毫错误 帮你解决问题 自信 无量的智慧功能 人人都有啊 就是你有妄想 有分别 有支柱 把他障碍住 他脱不出来 这些道理 我们要懂 那么经文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明天 再来学习经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